笑話我等一下就要在這裏面去 所以我乾脆不要講 其實我剛剛一直很期待有那個笑話 我覺得假這是一個開放的 就是open source 的場域 所以其實呢 你只要拿到麥克風 這隻麥克風就是open mic 那open mic就是你要試著丟很多東西 有可能有時候沒有中 沒關係 這是一個實驗的場域 好 那我們要來這裡 CC0 open mic 好 那今天的話就是 今天其實也是很開心 其實就是遇到了 今天有點像榮友見面會 就是蠻多的參與者 其實是上一次之前的大松就有來 然後看了一下名牌發現 欸好眼熟 欸看來已經好 這樣子的感覺 對 然後今天的話就是 城市方面是這樣子 然後協作方面的話 感謝四千不遠千里的來到台北 對 然後參加 然後又跟朋友們一起來參加 這樣子 然後在線上的話有murmur 就是有線上參與 然後再來就是 上一次有一起來寫就是 看Pugging Face dataset和Anger 就是有幫忙看了一下 最近有一個影片 就是很熱門 剛好在Channel上面 不過那影片比較殘忍一點 所以不太能夠放 那其實是一個很過去舊的影片 然後被當作是 可能應該是被當作是現在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的那個衝突的影片 在裡面傳 對 對 那個部分 就是很開心大家可以先來參與 就是說 欸 就是看 在line上 去看到說line上面正在傳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 以及我們要怎麼去應對這些訊息 對 那越多人參與這樣子的練習 我們的社會就更有任性 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我們的dataset的部分 對 那我們dataset其實 在很久以前我們就是把它放在 我們以前是放在Google Drive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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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的話我們是把它搬到了Hugging Face上面去 所以 現在的話就是比較 就是 在Hugging Face上面啊 如果 對就是Codefax的資料庫有興趣的人 可以直接在Hugging Face上面直接 直接 import這個 然後 我們這樣的話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下載數 我們就可以看到 從這個數字就可以看到就是 Codefax這個 資料集的影響力這樣子 我們就覺得很酷 然後 這個Hugging Face上面我們有一個 這個 CodeLab的這個連結 所以在這個連結上面其實 裡面就有講到說 欸如果你要使用這個dataset的話 具體來說你要怎麼用 對 例如說其實你只要一行 然後你就可以把 Codefax上面目前11萬則的訊息 直接載到你的程式碼裡面去 對 然後 再來就是我們的資料表 其實我們是normalize的資料表 然後 你可以怎麼去做就是join 例如說 然後我們寫了兩個案例 例如說 如果你要train一個classifier 你要train一個分類器 那你可能會需要有訊息的文字 跟這個被查核協作者標成什麼東西的label 對 然後具體來說 你只要這樣子的一行 你就可以做出像這樣子的表 所以你再撈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訊息 跟這個label的table 然後你就可以拿去train了 或者是 另外一個case 就是 如果你想要fine tune一個llm 你想要有一個訊息 跟回應 然後把它拿來當成是一個一個set 然後去fine tune你的llm好了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 我們的資料表是這樣子 然後呢 一樣也是有一個sample 然後join出來講這樣子 然後呢 只要再選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像這樣子 對 像這樣子的一份就是open 就是中通都放在 就是hugging play上面 給大家參考 那希望如果 咦 對這個資料集是有興趣的人 可以這樣子用 對 那這資料集的話 其實就是非常感謝 在上一次大松的時候 幫我們解決一些技術問題的 anchor跟bird 對 然後 以及就是 今天 Temo以及 鄭紅白 他們其實就是看過了這個dataset 然後也跟我們看說 喔 現在這個dataset 到底對於就是 Data Scientist來說 還可以怎麼做 才可以讓Data Scientist 覺得這是一個好用的資料表 譬如說 像剛剛才有兩個use case 其實就是 Temo之前提的意見 對 就是覺得說 應該還是要讓Data Scientist 可以看得出這個東西 可以拿來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放了兩個 這個東西 對 好 那這個的話就是過去我們這邊做 呃 今天的一些成果 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剛剛提到Temo的 Temo提的建議 就跟Pieter的照片都是用P的一樣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要補一條 噢 你好劈 接下來是由 是... 是會發展如果 RNR 對